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尤其在今天 我们全世界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冠病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 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时空 就是让我们静下来 身体静下来 然后心静下来 我们身心都安宁了 静下来 让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为什么活着 我们活着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话题呢 在古代的人生教育中 它是一个必须的一门课程 从开始我们出生 爷爷奶奶 父母 到我们走上社会 我们的老师的教育 都在帮我们认知 我们是谁 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可惜的是 今天的这个教育 经过了几千年 我们这个人际 根据历史的记载 我们是第五人际 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际开始之前 我们经历了四次 四次人类的毁灭 我们这是第五次人类的重新开始 叫第五人际 那么我们这个人际 也有上万年的历史了 这个当时从第四人际 整个的地球被冰封住 进入冰河世界 然后到我们这个人际的开启 我们的祖先 也是经过了 像这样不能到处走 身体必须安静下来 去反思生命的意义 这样在新的人际开始的时候 这些活下来的圣者 开启的新人际 着重的教育 都是灵魂的升华 灵魂的回归 那么随着这个教育 从八千年复习室还在延续着 那么到五千年的皇帝 炎黄子孙的时候的皇帝 也在延续着同一个教育话题 那么到两千五百年 人类堕落之后 两千五百年前 人类堕落之后的圣贤教育 释迦牟尼的教育 老子的教育 孔子的教育 耶稣的基督教育 耶稣基督的教育 那么实际上都在延续着古圣先贤对生命认知的教育 那么从上一个繁荣的圣贤时代 到今天又经过了两千五百年 我们在这近几百年的教育中 人类基本上丢失了灵魂教育 被物质教育 冲昏了头脑 所以我们失去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这样一个真知真见 我们很少关心自己的灵魂 提到灵魂话题 大家都觉得是迷信 都觉得是一些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话题 这就是整个人类失去了人活着为什么 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实质是什么 我们被物化了 古人说不予物喜 不予己悲 我们今天开心还是烦恼 不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是否升华了还是堕落 而是因为自己的物质收入是否少了 赚钱多了我就开心 然后得到荣耀了我就开心 然后我赚钱少了我就烦恼 别人批评我 我就烦恼 古人说不予物喜 不予己悲 我们今天以物喜 以己悲 已经丢失了生命真正的事下 这个我叫张博生 那么张博生是不是我 张博生不是我的话 我是谁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 说是接下来我们连续大概十到十五讲的时间 将近整个月的时间 我们要把这个话题给搞明白 说你们从今天开始就问 你叫李向阳 王朝阳什么的这些名字 你念着自己的名字 问自己这是我吗 如果这个名字不是我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今天我们一定要静下身心来 我们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时空点的到来 这个时空点 这个时空点是要人心静下来 人心停下来 天发杀机 地发杀机 天地反复 这些对我们都还不觉得可怕 最可怕的是人心发杀机 人心发了杀机以后 这个天地反复 这个水路一味 可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 那么近2500年来 我们越来越堕落 人心越来越繁杂 越来越贪婪 是导致我们整个的时空场 发生了极大的扭曲 在历史上记载着 我们这个时空点 要开始进入白洋八卦时期 我们上一个2500年的时空点 人类是在后天八卦期 在2500年前 人类是在三天八卦期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 要进入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的 一个特殊的时空点 这个时空点是白洋八卦期 这个白洋八卦期 什么时间开启 我们一直在寻找着一个契机 那这个契机是什么 就是怎么能够让人类停下来 身停下来 心停下来 师父们在空间场反复着提醒着 注意这个时空点 我们没想到 是以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种形式 靠瘟疫来帮助我们 每个人 安身静体 待在家里不能出去 但是我们现在待在家里 心还没停下来 新加坡这里 原定一个月的居家 不允许外出 现在很多人已经心浮气躁了 但是我们又从昨天收到了 再延长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法令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借着这样特殊的一个时间空间 那么让自己的身静下来 身静下来的同时 让我们的心也静下来 让人类只有身心都静下来了 不用用自己的贪真吃的恶念 去扰乱这个时空场 人的这个意念 是有作用力的 会产生物质界的稳烂的 这在我们相关课程中提到量子的三属性里面 意念是会搅动物质 使有序的物质世界变得无序化 变得恐怖起来 说是物质它有三属性 有一种属性是颗粒属性 有一种属性是波动属性 还有一种属性带有意念 这是物质的三属性 之前只发现的粒子的波和粒的 波粒二相性 在十年前科学家终于认可 我们物质是有意识的 是会思考的 换句话说 我们人类产生的意念 那么会使物质发生改变的 一个和天地相合的意念 和自然界相合谐的意念 会和整个的时空合序 然后使时空 使我们的物质界 按照大到自然的规律 自然的去完成它的变化 但是人心的贪嗔痴义慢 发生到极致 已经燃重的咬乱了 我们生活的时空场中的物质的有趣化 形成了火灾 风灾 地震 瘟疫 战争 等等的这些 不合常规的 一些时空的变化 物质界的变化 所以这在佛法界称为共业 好在我们现在把人关起来了 让人静下来了 但是你们的心还是静不下来 所以我们在身体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心也要同步地静下来 最近各个国家的科学家 陆续地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当人都关在家里的时候 公路上的汽车不跑的时候 工厂不再做工的时候 被囚居然充满了生机 前不久马来西亚的科学家也发表了声明 整个的马来西亚的温度 空气 这个温度 降下了好几度 因为没有我们人类 没有工厂排出废气了 没有汽车排出废气了 所以地球 在这种前提下 反倒开始恢复生机 恢复到它本次应该有的状态 说人类 在我们地球上 我们这么多年 工业革命以来 对地球的破坏 就这么几百年 形成的破坏 远远大过 前面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 人类对地球的破坏 的总和 还要大 所以是 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我们正在迎来一个特殊的时空的转变 这个就是白洋八卦时期 白洋八卦时期 人类的灵魂 身心灵都要得到一个全速的提升 全面的改观 人类普遍地开始觉醒 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 我们OSS平台向全球开放六十堂课 接下来我们还要开到六月一号之前 开放更多的免费课场 给大家 让大家来 好好的 静下心来 静下身来 调调自己的心 找找自己的真主人 找找自己 我是谁 为一个新的时空点 你不会落伍 你会跟上时空场的变化 成为 这个社会上的 一个真正的 和时代和节拍的人 那么能够使自己的事业 身体 精神 都符合一个新时代的要求 这个呢 是我这次 为大家开讲灵魂课程的 真实目的 也就是让大家知道 是时候 觉醒了 那么我们之前 虽然在很多课程中 灵性的 讲过 有关灵魂 魂魄的话题 但是 没有时间 系统的 给大家来上这个课程 所以这一次我们借着 时空场的 安排 我们会细致入微的 领着大家 来一次灵魂之旅 然后让大家真正的 明白 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 开始今天的第一讲 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静下心来 那么 调好自己的坐姿 完成三条 不要把老师的课程 当成电视剧 当成这个 电影 再观看 那么应该 静下身来 微筋正坐 调形 调息 调心 一心一意的 来听老师的这堂课 那么只有这样 你才和老师的灵魂 让你自己的灵魂 和老师的灵魂 和天地的 那些成就者 大成就者的灵魂 以及六道众生 所有的众生的灵魂 我们才能同处一个时空 来共同学习灵魂的实相 生命的实相 从而使我们完全的觉醒过来 做一个 符合这个时代的 一个全新的人类 而不会被落伍 那么灵魂这个话题里面 他牵扯到很多的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生这个方面的 也就是活着这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死后 这个方面的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来讲 这个孔子所说 人不知生 焉知死 你首先要知道你是怎么生的 然后才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连怎么生的 你怎么来到这个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怎么能生存下去 你都不了解的话 那么你想 说我死后去哪里 死后我要去哪里 这是一个伪话题 所以今天我们从头开始 首先从我们如何生 来谈这个话题 那么在佛经记载 有一本启示经 还有这个阿含经里面 提到很多这个经典都提到了 人是怎么来到地球上的 这个在接下来的几堂课 我们会用经典 引导着大家来细致的学习 这个不是张卜生 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祖数圣贤 古人说 一圣所说可以不信 二圣所说可以不信 当我们千圣所说 也就是所有的圣贤 都如实说的时候 你还不信 就是你的执着 就是你的顽固 你就是个牛魔王 所以我们要重视 祖数圣贤 而不是要听某一些 所谓的高人 去胡说八道 所以在经典中记载 我们地球人 从这个色界光阴天 下生到人间的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 隐态世界 看不到的世界 存在着天道 阿修罗道 那人道我们是看得到的 但是人死以后的人鬼道 你也是看不到的 那么畜生道 你看得到 畜生成精的 那狐狸成精的 蛇成精的 他的世界 精灵世界是怎么回事 你又看不到 那再往下恶鬼道 是怎么回事 再往下地狱道 是怎么回事 这无论是东方圣人 西方圣人 都以经典的形式 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 我们可以依着这些经 依着这些文字 来对我们的这个地球人 是怎么来的 来这儿 后来怎么演变的 进行一个彻底的了解 这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可能需要一到两堂课 让大家细细地来了解 人类在地球上 原本是怎么来的 但是 启示经开始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从光阴天 也就是色界天 三禅天 色界天 这个光阴天 下生到人间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地球 这个太阳系 大概到现在是 五十亿年的寿命 太阳系形成地球 和太阳系 太阳系还有五十年的寿命 太阳系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地球 大概还是 还有二十五亿年的寿命 也就是说 在太阳诞生以后 地球是在二十五亿年前 成型的 再有二十五亿年 也就是五十亿年 地球的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生命 你来到地球 是不是生命的起点 是不是地球有了以后 才有了你 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源头 从哪里来的 光阴天的人 又是怎么诞生的 那么光阴天没有 他因为他经过水节 火节 风节 那么光阴天也会毁坏掉 那么光阴天不存在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在哪里 所以这样的一些殊胜的话题 很值得我们去谈讨 那么我们人类 如果是源头 不是光阴天 我们在光阴天诞生之前 我们就已经存在了 那这个生命是怎么诞生的 说这个呢 在古代 在禅宗 他要我们猜话头 猜什么话头 就是说 这个父母未生我前 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的 父母未生我前 我是谁 那当然这个父母 是指的第一任父母 也就是说 完全还没有你的时候 你从无中生出来的 你的第一世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自己的第一世 我们在功夫界 经常提到一个元神 又叫本命元神 那这个本命元神 和你现在的这个肉体 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 我们争取在今天这堂课 引导着大家 去慢慢地去寻找 这个我们最早是谁 那么我们最早是谁呢 我们最早 这个在佛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是没有形象的 若以相见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行邪道 我们是从无中生出来的 那么我们未被生出来前 我们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这个呢 在佛法中 称之为灵 也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 真正成为众生前 我们是一点真灵 那这一点真灵 我们借助现在的 这个科学家的语言 可以进行一个描述 在佛经上描述 这一点真灵的时候 它是称之为活泼泼 圆陀陀 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 这样的一个本灵 那么今天 在科学界 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大能够进虚空变法界 小 就可以放在戒子里面 戒子如喜马拉雅山 如须弥山一样高 这样的一点东西 我们称为灵的东西 今天用科学语言 可以称之为光亮子 也就是一点光 光的最小的单位 今天量子科学称之为量子 也就是一个小点 这个点到底有多大呢 它是我们头发梢的百万分之一 头发梢那个尖 尖上面 那个百万分之一 这么一个细小的一个点 就是一个光子 一个光亮子的 一个单位的大小 所以我们小 难如戒子之中不为小 戒子如喜马拉雅 那么我们通过 今天的量子科学 得到了认证 光的最小的单位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位 说说我们在父母 未生我前 我就是那一点灵光 我就是那个 头发梢百万分之一的 那么小的一点灵光 这个灵光没有被染东西的时候 和周围的灵光 光光相应 如帝王珠 一个珠子 两个珠子 三个珠子 都是透明的 叫帝王珠 然后无缝连接 形成的一个光的海洋 充满着整个虚空法界 那这就是本体的我 也就是我大 我可以由一个小光子 和另外的所有的光子 无缝对接 连接成一个 近虚空边法界 这么一个大身体 这是我们的发生如来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大 大家知道海 大海 大海里面是由水组成的 但是 无论水有多少 最小的水 就是轻而养一的一个水分子 一个水分子 和另外一个水分子 和周围的所有的水分子的 无缝连接 最后结成了整个海洋 我们的光子海 也就是说 每一个光子 无缝连接的时候 充满整个的太虚空 那么这就变成太虚空的本体 那么就是我们的如来发生 我们就这么大 我们也可以精确到 最小的单位 大是一个无量光 充满法界的太虚空的 整体的这么一个大如来 没有像的 无像无不像 正是因为它没有像 它可以生出外像 在生命需要的时候 它可以变成一颗草 可以变成一个蚂蚁 可以变成一个大象 可以变成一个天人 可以变成一个星球 那么正因为它没有像 所以它可以成就万象 成就万象在万象中 成为那个万象里的生命的主宰者 是那一点灵光 这就是什么 本命原神 我们在没有成形之前 没有开始生命的第一个状态的 无论你是一个鸟 还是一个一颗草开始的 还是一个人开始的 还是一个天人开始的 你没有开始第一式之前 你的本体身就是这个如来藏身 就是这样的大的 尽虚空变化界的都是你的身体 所有的众生的身体都是这个身体 不是说只有我们的身体是这样 每一个众生 诸佛菩萨的身体是这样 我们人的身体 这个发身是这样 然后蚂蚁的发身也是这样的 青草的发身也是这样的 所有众生的发身 都是尽虚空变化界这么大的 小的时候可以亮化成一个光亮子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真实下 那这个在我们的佛门中 把它称为发身如来 那么在耶稣基督的教法里面 称为上帝 上帝就是在没有比他再上的了 再原始的了 那么在我们传统中华文化中 称为道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所有的万物都是道生出来的 道到底有多大 尽虚空变法界 有多大的虚空 有多大的法界 道就有多大 虚空无界 法界无界 所以是道无界 没有大的 没有边 小的 拿入戒子之中 戒子如须弥山 就是小也是无几 大也是无几 当然我们今天借光子来描述 是不是 这就是 这个最小的状态 那么刚才说 小到无几 大到无几 如果只是 头发刷的百万分之一 这还是不够小 还是有限量的小 所以说 我们只是借光子 量子 这个科学来说明这个 因为今天人类最小的就发现了光量子 那么实际上 它是个光量子能不能分解 还能分解 分解到多小 无限小 无限小就是小到不知道多么小了 你现在头发四十的百万分之一 是不是最小 不是 那还能 这百万分之一里面 是不是 再分去百万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个叫无限的小 和无限的大 你不能停留到 它就是个光量子 我们只是借这个光子来说事 来说事 它分解下去 将来科学发现 它还有更小的结构是什么 那再说 我们只是借科学来启发 认知 我们这个我 它是谁 我们不是来讲科学的 好多人说 哎呀 这个科学家很厉害 怎么 不是 科学家不厉害 科学家现在只发现了百分之四的 东西 只能是百分之四的东西影现 真正厉害的是我们这些修行者 将来你们比科学家都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 就是百分之九十六的 科学家不能用的东西你能用 暗物质世界的东西你能用 科学家不能进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你能进去和这个世界打交道 实际讲的这个灵魂课程 就是想 这个让大家明了里面的结构 然后同时 在恰当的时空点上 还教给大家一些怎么跟灵界打交道 怎么跟百分之九十六的世界打交道的技术方法 这个在慢慢课程展开过程中 怎么跟自己的魂打交道 跟魄打交道 怎么跟别人的魂打交道 叫追魂术 对吧 这个拘魂炼魄术 那这些我们争取在这个大课程体系中 都能够教给大家 你们要学会这些技巧 学会这些技巧 这个科学家办不到的 你们可以办得到 你们可以跟百分之九十六的 暗物质世界 暗能量 去使用暗能量 去使用暗物质 跟暗能量 暗物质世界的 暗空间里的 鬼神打交道 众神仙打交道 所有的动物 仙打交道 你必须要学会这些东西 这些窍诀都要告诉你 当然这些窍诀 我在讲课过程中 会以故事的形式讲给你听 你不要把它当成故事听 为什么要你安体敬仙 来听老师的课 那么我是讲给你的灵听的 讲给你的魂魄听的 讲给你体内的五脏神听的 讲给你三个丹田里的 这个三一 这个神明来听的 你要重视 不是你的肉体听到了多少 你那个肉体在干扰它 你的肉体不静 你的身心不静 你的思维意识停不下来 你的神听不到这些 因为它被你干扰了 听老师的课 一定要静下心来 就像在老师的大课堂上 不能吃东西 也不能睡觉 也不能边看着老师的东西 边玩手机 然后你就受益 因为你必须使自己的主观意识停下来 自己的主观意识停下来 你才能够深入到老师的同步里面去 去老师让你带着追魂 你就跟着他追魂 老师带着你怎么去拘破 你就去拘破 通过一个故事 通过一个方法 你如果是错过了 错过了你的神就没学会 为什么没学会 被你的主观意识干扰了 边听老师的课边在那看电视剧 边听老师的课在边吃东西 边听老师的课在边玩那个地方 这个就没有效果了 你就把这个课白听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灵是这么个东西 我们的灵小的时候 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么一个点 大金虚空变化节 比虚空到底有多大 无限量的 那么小到底有多小 无限量的 所以这个呢 你要重视 这是我们的真正的父母 未生我前的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本来面目 那么 我们被六道里面的父母 生出来 我们再六道里面 才开始有第一世的我 这个第一世的我是不是个人 未必 那么第一世的你的我 是六道里面的一个众生项 你因为到了六道 才开始有第一世 那么无论是师生 化生 胎生 懒生 这是我们今天认知生命的四大类 出生的方法 一个是胎生 胎生是什么 这个父母怀胎十月生了我们 这叫胎生 不单人可以胎生 那么猪它也是胎生的 牛也是胎生的 所以这个胎生是一种生命诞生的一种形式 懒生 懒生是鸡蛋 鸡蛋付小鸡 鸭蛋 鸟蛋 这个阿鱼蛋 蛇蛋 这个恐龙蛋 那么它从这个 这个懒里面生出来的 叫懒生 懒生 那么还有一种是什么 化生 化生这个就是 原本没有 最后突然就出来了 还有一种是什么 师生 师生就是 因为这个有水 你像很多细菌 霉菌 这些众生 那也是众生下 也是六道众生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师生 因为只要有师气 只要有霉气 发霉的 它就自动生出来了 这叫师生 那么化生 是个鲤鱼化成龙 然后鸟化成凤凰 等等的 这个化变 它从一种生命状态 化变成另外一种生命状态 比方说蝴蝶那里来的 这个 这个 毛毛虫化变的 毛毛虫化变以后变成蝴蝶 蝴蝶是怎么生出来化生的 是从哪里从毛毛虫 这个化生的 毛毛虫那里来 蓝生的 蓝生的 是蝴蝶的蓝 最后 这个 生出的这个毛毛虫 所以生命的四大类形象 这个四大类的出生方法 大家要知道 当然在《楞严经》中 还有十二类生 还有响生的 等等的 那个在课程内 我会给大家具体的讲 大概我们从这个常识中 我们的这个通识里面 我们现在学到生命的四种 这个生出的方法 就是胎生 懒生 食生 化生 四大类 所以你的第一世的生命 第一世的生命 你到底是懒生的 你还是胎生的 你还是食生 你还是化生的 那是你的第一世 也就是你从无量光中 开始有了这个第一世 那么这个第一世 就是你从无形中 开始变成有形了 这个叫什么 本命元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人 你在无数的历史时空中 是不是你就是个人 不可能 真的是不可能 人类它也自大 以为我将来 我现在富贵 我下一辈子一定富贵 也可能没有下辈子 很多人不承认下一辈子 不是吧 他不承认 所以他也不去追究这个 但是很多人说 人死怎么可以成蚂蚁 我之前也不相信 我师父说 你这个家伙你不用懒 你再懒 你下一辈子做蚂蚁 你这辈子不好好挣钱 你不好好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偷懒 下一辈子像蚂蚁一样的 在草丛里抗馒头渣 好不容易找到一片面包渣 抗着颠着颠的去窝里 去享受 我跟师父开玩笑 我说师父 我怎么跟他做蚂蚁 蚂蚁那么小 我这么大 蚂蚁怎么装得下我 让我们现在的 无论东西方 这个教育都是很失败的 失败在哪 生命教育是极单时代的 无论东方西方 无论现在很多人以为宗教里面有 宗教里面现在也没有了 没有对生命时下 这样完整的 全方位的来开讲的 我现在没有遇到 所以我们要拿出几十个小时来 跟大家把这个事唠叨唠叨 一定把它讲透了 这个现在我知道了 那么我是一点灵光 是头发丝的百万分之一 那么小的一点灵的时候 一点光的时候 那么我如果投胎在蚂蚁里面 蚂蚁就比喜马拉雅山还要大 你想你会不会变成细菌 会不会变成蚂蚁 所以我们看释迦牟尼在本圣经里面 他讲掉他是什么 他曾经做过树 一棵仙树 做过路网 做过孔雀 然后做过天人 也去过地狱 也去过恶鬼道 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很多事 直到他上一世 他成就了一生补出佛 说是这一世 来到地球是什么 来实现成佛 那么我们在本圣记中 本圣经中 看到了释迦牟尼 如是的描述 他过去世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他告知我们 这个人不要自大 你人没什么了不起 人也是在六道中的一种生命形式 你和一棵草 和一棵蚂蚁 在灵这个方面 在本灵上面 是平等的 是在如来这个性上面 如来藏上面 是平等的 只不过你上一世 因为因果福报 然后一半善一半恶的累积 这一世 你的原本的原灵 原本的原神 来投胎做人了 就这么回事 那这一世 你不好好地提升灵魂的级别 提升灵的级别 要达到漠然无魂 最后魂魄都化成光 和灵融合在一体 圆满自己的灵 收拾灵光圆满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样子 你还会在六道中轮回 你还可能变成一个小蚂蚁 你还可能变成一只飞鸟 这谁都逃不过去的 六道轮回的规矩 是这个规矩 这不单释迦牟尼这样讲 老子也这样讲 孔子也这样讲 耶稣基督也这样讲 众生像 就是有六个空间 在等着你去循环 去循环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细细来展开讲 恶鬼道是怎么一个形状的 畜生道是怎么一个形状的 天道是怎么回事 天道的欲界天 四界天 四空天是怎么回事 那么这个地狱 是怎么回事 里面的众生是怎么样在生活着 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要细细给大家讲 不粗粗拉拉的跟你讲 带着你去历 历经历 你们如果能够入定 进去那个状态 可能身心会震动 可能会灵魂会觉醒 苏醒 回忆起自己 有一世在地狱里 这个你会惊醒你 为什么 以前这个阿罗汉 他们正果以后 回忆起自己在地狱的 那个经历的时候 寒毛之处 什么意思 你身上的寒毛 全部都一根根竖起来 为什么 惊恐 他已经成阿罗汉了 他不会再做六道轮回了 他追自己的五百事 因为阿罗汉可以往前追五百事 菩萨可以追往前追一千事 一事平均寿命 你按五十年算 五十年 所以阿罗汉可以追五百事 五百乘五十 两万五千年 两万五千年 你就是两万五千年内 你生死轮回了 这个五百事 菩萨可以追一千事 一事你按平均 以前人寿命短 按五十岁算 可以追五十 乘一百 五万年 五万年 是不是 这个 你往前 你这样来算 我们现在是个人 在听老师讲的课 你将来能不能追到你前世是谁 再前一世是谁 是不是 记住 这个很好追 你不要去追自己的肉身 你张不生的肉身 这辈子长这个样子 你上一辈子不是这个样子 刚才说 你可能是个巴依 你可能是个大象 你可能是个天人 被贬下凡 这个我们在讲天的结构 在这个天人犯了错误 他会去哪里 这个光阴天的人福报没了 没了以后 一部分人 没福报的那些人 堕落来到地球 来做人类 这个在将来我们用这个启示经 给大家讲 细细地讲 你是怎么来 来到地球以后怎么演变的 怎么变成现在的人类呢 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小零点 然后怎么会进入一个六道轮回的 变成六道轮回的生命体 我们是1.0 怎么变成了六道轮回体 这个很简单 这个实际上就是阴阳 阴阳是你的父母 现在做人你是有爹娘 对不对 你做细菌 做细菌你是师生的 你是化生的 化生的谁来做你的父母 对不对 师生的谁来做你的父母 胎生懒生有父母 师生化生谁来做你的父母 阴阳 阴阳为父母 所以我们在这个高级的课程中 这个在这个越野环丹课程中 我们最近特别强调了一趟课程 就是阴阳连续讲了好几堂课 那么我们最开始的父母 是谁做了父母 无论师生化生 胎生懒生 你都可以把它叫阳为父 阴为什么 阴为母 师生也有 化生也有 也有阴阳 没有阴阳 万物不能够化生 这在老子的经典中 搞得说的特别精彩 叫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有了一才有了你的本命原神 我张不生 我现在是张不生 是个人 我上一世是谁 我上一世的上一世是谁 我这个一百世里面 我是谁 一百再往前推一百世 我又是谁 但是你的行神在变 你是六道 天人身 动物身 人身 各种各样的六道身 你因为这几百世来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个人身 但是有一个不变的 记住有一个不变的 有一个不变的 那个才是你 那个才是你 这个不变的到底在我们今天是个人 在这个人世间 那么那个不变的到底是什么时间开始的 释迦牟尼说 无始劫以前 什么意思 你不要那么笨了 你不要去追你到底是多少多少事了 为什么 你追不完的 无始劫 是到菩萨才能回忆自己的一千世 你达到这个登地菩萨以上了 你才能够正千世 一世我们是平均安五十年 以前的人类寿命短了 平均寿命五十年 你算 那么 在一千世之前 有没有 有 所以释迦牟尼说是无始劫 生死轮回 源头在哪 无始劫前 所以有些人经常来问 说老师我上一辈子是谁 我说你问哪个上一辈子 是明朝还是清朝 还是唐朝还是汉朝 还是更久远几千年前 还是上一个人际 所以释迦牟尼说是 无始劫前的 开始的一个生死轮回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的地球 这个宇宙还没形成 我们这个宇宙 形成在一百四十亿年 一百四十亿年前的你在哪里 是不是 那你可能在一个 一千四百亿年前的宇宙里 因为这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诞生之后 这里和你有缘 你又跑到这个空间来 轮回生死了 这个宇宙坏了 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大概再经过多少亿年 一万年以后毁坏了 毁坏了以后 你的灵是不会毁坏的 这个宇宙没有了 你会到另外的宇宙 和你有缘的宇宙 这个再去生死轮回 所以说我们现在人类里面 还有七佛的弟子都还没有成就的 七佛第一个佛离我们是大概一千二百亿年 也就是说你太不争气了 第一佛出世的时候你就去听经说法了 结果你到现在一千二百亿年了 你现在还没有成就 还没有还原自己的活泼泼 圆陀陀光灼灼的 应该回去的本来面目 所以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最开始父母未生我前的本来面目 就是那一个表儿 一点灵光 后来因为阴阳反复 有了DNA 有了我们之前课程中给大家讲了 你这个父亲和母亲作为人 我们拿人做例子 你不是之前光阴天的人 光阴天的叫天人 我们在地球上的叫地球人叫人 你在地球上 你已经轮回了 地球上的六道里面轮回了多久 那也很难讲 因为地球已经是几亿年的一个生命题了 我们也在之前 现在是第五人际 前面的四大人际里面 我们都有可能生活过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些天才 有些科学家他是天才 爱迪生 发明电 发明灯 发明跟电有关系的东西 那就是上一个人际 他就是个工程师 就是个大科学家 他的八十里面有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人类没有的东西 最后他发明出来了 这就是八十库里的东西拿出来用 我们今天所有的地球上的这些高科技的东西 在上几个人际 早都比这都高 太多 太多了 这只不过是一个逐渐的 把上几个人际的东西 在这个人际复原 为什么 在我们每个人的八十库中 你经望里的经开发 深开发 都可以把这些灵感发现出来 这个叫创造性思维 就是没有的东西你可以创造出来 这是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是个人 我们的本命原神 最开始的 层就层的那个点 阴阳 我们身上这个灵点 上面被阴和阳的DNA 父和母的DNA 这个纠缠以后 我们开始形成生命体 因为有了父母 你失生 胎生 懒生 化生 你生出来了 生出来就有个身 那这个身是不是你 所以张不生上一辈子 是不是这个身 他不是这个身 他可能是个牛身 可能是个马身 他如果是个人 他也不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在张不生身体里面 有没有一个上一世的东西 延续到今天 这个根本就不用问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投胎来的灵 灵 是不是 那么你上一世的 再上一世的 再上一世 世界永远有一个不变的 不变的那个一 什么叫得一守一 是不是 你真正活着 为谁活着 为这个肉身活着 你真是个傻瓜 这不是你吗 你上一辈子你也活着 你长这个样子吗 是不是 那你为你的肉身活着 这没有智慧 你为你今生的所得肉活着 你更没有智慧了 为什么 上一辈子和这一辈子 在你的肉体里面 有一个是属于上辈子的 跟着来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个是你的本命原神 本命原神 说我们在修炼中 一定要得这个一 然后去守这个一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原始 最开始 这个五十节开始生你的时候 你就存在的 那个开始 如果没有这个开始 你今天还是一团灵光 你不会有形身的 六道身你不会有的 因为你还没有投胎 你是五十节的一点灵光 那五十节前 你的这一点灵光 因为被阴阳 然后纠缠着 染成了一个生命体 那就是你的第一世 这个第一世 到底是五百年 还是一千年 还是一万年 刚才说 施加姆宁说是五十节 所以我们在修炼中 为什么一定要 启示立志的时候 提到自己的本命时 本命时 也就是从你开始诞生 有生命的那一刻 你被染以后 被染以后 那这个时候 有了第一个生命 那那个时候 这个法界就有个师父 负责要帮着你解脱 这个被染的 这个灵光外层的纠缠 使你脱离这个纠缠 那么法界就有个师父 慈悲来救赎你了 那个生生世世跟着你 不是跟着你的肉身 它是跟着你的灵 跟着你的原始 本灵的灵身来的 那个师父 就是你的本命时 本命时 因为什么 他要负责把你找回去 再回到那个原始的 最开始的无染的状态 回归灵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本命师 他有多大岁数呢 如果是说 刚才说你在七佛的第一个佛 一亿两千 一千二百亿年前 你就开始诞生了 那这个本命师就跟了你一千二百亿万年 一千二百亿年 他生生世世都在下来找 他是不是有一个肉身在 他在这个地球上 是不是有一个肉身在 有一些师父 你想一千二百亿年前的一个师父 他怎么每一个师父都会有肉身在呢 所以他没有肉身在人间 未必有肉身在人间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要找一个有肉身的师父 医治他 他能够帮你连接 你最原始的那个师父 那个本命师 这个就医治人间肉身注视明师 这个注视明师的目的是什么 帮你连接 连接哪里去 连接到最开始的你的那个状态 你的本命师那里去 因为他是你的责任人 负责人 他要把你这个什么给带回去 引导回去 说我们真正修炼者 你想这一生成就的人 一定不是只恭敬你的肉身师父 一定要知道自己在法界 有一个师父 盼着你回家 盼着你回去那个法界中 那这个师父从你开始第一世 生生世世 你每转一世 他都下来 每转一世 他的灵下来 他的分灵下来 不是他的这个本身下来 刚才说这个 你如果是七佛第一个佛 的徒弟 那这个一千二百一年了 第一佛现在是不是还在人世间 不在了 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法时代 释迦牟尼也不在了 他把大家 你们这些人都委托给地藏王菩萨了 他老人家的肉身不在了 他委托地藏王菩萨 在弥勒追佛 下生到人间之前 这个时空点 地藏 实时在人间 说委托他来照顾你们 护持你们 救把你们 一旦从地狱 跺到地狱了 地藏王菩萨要负责 又把你们引渡出来 觉醒了以后 带你们走出来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你现在开始修炼 有的人对我们提出来 说这个修炼 你说一生能够成佛 今生 即死肉身能成佛 那么实际上 说是这怎么可能 因为佛陀说了 三大恶僧七节 才能成佛 那你是 违背了佛法的断灭论 佛法是不讲断灭论的 佛法重视度的人的灵 不是度你这个肉皮囊 不是度你这个肉身 施加木尼的肉身 也愣在人间了 是施加木尼的灵 成就了 这个金刚不坏身 成了爆身如来 和自己的化身同体了 又可以化成 千百亿个数不清的施加木尼 化身在人间 化身在哪里 每一个开光成功的施加木尼的佛像 都是施加木尼的化身 说千百亿化身 施加木尼佛 他通过化身分灵 这个安置在这些化身里面 灵是施加木尼 无论你是金属座的 木头座的 瓷座的 施加木尼像 只要开光成功了 行到施加木尼的灵 分灵进去了 然后那这就是 施加木尼的化身如来 只有修成爆身如来的人 他才能够化身无量度正身 因为他在法界里面 在色界十八重天 最上的那一层天 有一个色究竟天 那是一真法界 是圣居土 是所有修成的阿罗汉 菩萨 佛 在那个地方永生的 一个时间和空间 他们并没有死 他们叫涅槃 所以是大家要懂得 我们这些修行人 是在我们这些修行人 在我们这些修行人 在我们这些修行人 我们这些修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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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自己因为忙不能下来 他分一个灵投胎 投胎到人母的肚子里面 然后来化身 化身变成他的化身 但是这个在我们后面讲中阴身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 那么即便你是菩萨入胎 分灵下来的 入胎 你是不是就入胎不迷 不可能 我们怎么知道不可能 释迦牧迷 是医生不出佛 他这个入胎了以后 投胎再出来 是不是迷了 迷了 为什么 因为他做太子 一直做到这个 后来他觉醒 觉醒以后 这个才去正道 到三十岁的时候 菩提树下 赌明星而悟道而觉醒了 而觉醒了 你看游字他是一个 医生不出佛 他入胎 他都有一个迷 有一个迷 何况我们这些不是一个一生不出佛的 这个投胎者 所以说我们这个觉醒就变得十分的艰难 但是虽然艰难 我们这些在寻找灵魂实相的人 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知道你是千古一来的一个圣者 你来到这个世间是要来觉醒众生的 你不是来做众生的 你无论是六道中的一个天龙 或者天龙发布 或者是天神 或者是地间的一个神明 空间的一个神明 或者是一个人 或者是你的畜生 或者你是个鬼 都在听这个经 你都要觉醒 你是千古一英灵 你只不过是因为迷蒙以后 侮辱除生山 侮辱鬼山 侮辱天人山 那你真正的是要 虽然是 是这些六道山 但是你真正的目的 还是要寻找自己的 那个父母未生你前的本来面目 找到这个一 找到你的圆灵 找到你的圆灵 圆灵没有被第一对DNA纠缠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本来面目 找到它 然后把所有的禅妇都解掉 把这个围绕在灵外层的 一世一世的染的这些网 情网也好 财网也好 响网也好 无非是财色明诗碎 形成的这个网 色数响行识 形成的五蕴解成的网 要把这个网给化空 化成光明 所有网结 都要这些结都要把它解开 然后把这些结开 结都解开了 它就不成网了 它就变成无恋光了 然后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在今生完成 彻底的觉醒 像释迦牟尼一样 然后完成彻底的觉醒 明信见性 然后真明信见性以后 然后肉身上 然后再去刻苦的修正 从见到位 到这个修到位 到这个正到位 前面是求到 大家现在是求到 你还没见到 真正见到就见明信见性了 叫见到位 你们现在都还在求到 但是我今天对着你们的灵喊话 你们这些灵要觉醒 无论你处于六道中的 哪一道的众生 我们开启的灵魂课程 不是光对人讲的 是借着你们的 这个转播器 借着你们的电脑 借着你们的手机 像你们所处的时空周围的 空间里的 所有众生灵在讲话 是六道众生灵都在听 所以你要一正庄严的 去听这堂课 你要做一个转播台 你要做一个发声器 然后在你的周围的空间 所有的众生 都在开始听这个灵魂的课程 追寻自己的第一个元灵 因为每一世 在所有的 你今生是个人 你前世是个鸟 在前世又是个人 在前世又是一棵树 你每一世 无论你是什么 但是在这里面 这个壳里面 这个壳是不同的 树的壳 畜生的壳 人的壳 天人的壳 但是在这些壳里面 有一个是不变的 就是你的 本命元神 就是你的元灵 就是你的第一世 那么他生生世世 以不同的壳身 来展现在 我们生存的六道空间中 但是有一个 是属于你的 就是那个元灵不变的 那个才是你的真我 才是真我 把真我和法界我 发生我 融合 你就成了报身 在法界就多一个 报身菩萨了 报身阿罗汉了 这是这个六道众生 和四圣众生 有什么区别 在后面的几堂课 也要细细给大家讲 也要细细给大家讲 说我们为什么要平等性 为什么要用平等性 有些人见了狐狸精就杀 见了蛇精就杀 见了什么就用咒语 见了什么就没有平等性质 那么你可能曾经也做过狐狸精 你也可能做过蛇精 你也可能做过大树精 大树神 凭什么就不平等地对待他们呢 因为你没有从圆灵这个角度 去真正的觉醒 真正觉醒的人 对所有众生的灵 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自其 圣上世事也是那么个东西 也曾经做过那个 也曾经做过 也在那个壳里面 那种行人身里面 去修炼 去求道 走得很辛苦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怎么善待 这个物灵道众生 怎么和狐狸精打交道 怎么跟蛇精打交道 怎么跟这个法界的这种 动物灵体打交道 这个后面这个课程中 都要给大家一一展开去讲 让你们去真正明了 众生平等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么个样子 释迦牟尼在本身经中 他一点不隐瞒 他曾经做过什么 你们好好去看那个经书 所以你们以为人死以后 一定是成人 这不是佛教徒的观念 你死以后一定能上天 这也不是佛教徒的观念 真正的正的佛教徒是认知六道 是一种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主的 欠人命总要还的 欠人情总要还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中 一定要重视 重视的是我们的里面那个一 是永恒不变的一 每生每世都是你的那个一 只不过这个灵呢 在完全没有解腹 就是没有把DNA的这个纠缠 解开的时候 你每一世都增加了业力 所以你的元灵上面 又带着一世的业力 然后再去按照因果又去轮回了 再又没有成就 上面又染了你新的一生的业力 这个本体的这个元灵 又带着这一世的业力去轮回了 所以之前我讲课给大家讲 跟我们这个元灵有关系的业力 是主要的包围着我们的是八世英国 加我们中央的是九世 这就是在传统我们这个人界 这个复习室 我们的老祖复习室 也是我们的祖师爷 他给我们提到八卦九宫 一定突破这个八卦的舒服 八重业力的舒服 进去中央的那个心中心里面 心中心外层包着是过去是压缩的 生生世世的业力 所以是用这个坍塌的方法 使附着在我们外层的八重八室业力 都坍塌 轰然坍塌的时候 整个的就是破灵还去空 借着这个坍塌力 轰的一声 就像一个大厦坍塌一样 轰的一声 粉碎虚空 然后这个恋神还虚 然后最后进去以后 把自己还给回到大虚空里面 借着八室的这个力量 成就的力量 这个爆破力 然后使自己进去中央心中心 然后从那个孔道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从那个孔道里面 我们进去虚空法界成就 把自己这个所有的业力 无时节的业力 还到整个法界里面去 这个以前我形容过 你这个有一桶墨汁 你把它倒到一个小湖里面 整个湖都被变成黑的了 但是你把一桶墨汁 倒到一个大湖里面 瞬间墨汁都会被净化成水的颜色 你到了这个大海里面 你一传的墨汁都倒到大海里 瞬间也会被还原成大海的颜色 我们把无时节的业债 放到这个 近虚空变法界这样的大虚空中 虚空光明中 那么瞬间 光明会把我们无时节的业债 都化成 是法界色了 变成无云蓝天了 也就是我的行不存在了 我的身不存在了 那么我都没有了 这个身也不是菩提树了 这个心也不是明定台了 本来无一物了 我何处惹尘埃了 所以借着我们回去原始的那个本灵 在中间用一点功夫得一之后 从那个地方穿透进去 进去自己未生前 未有一之前的本有的静明状态 我们瞬间就可以把自己无时节的业力 借着这一个刹那就全部还空了 这就是可以寄身成佛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带着这个学生 都是活着 释迦牟尼在世他活着 学生活着 老师也活 释迦牟尼也活着 他们成了阿罗汉了 他们成了菩萨了 不是死后成的 这是一个大误会 现在很多修行人 我这一辈子好好修 下一辈子再来修 下一辈子再来修 我三大阿僧七劫再去成佛 这是个糊涂虫 你已经经过三大阿僧七劫了 好不好 无时节生死轮回了 你那个你走啊走啊走啊 这么流落飘泼到今天 这是三大阿僧七劫的最后一劫 好不好 你这最后一劫 你这一辈子就要成佛了 你要寻找明师 帮你连通你的本命师 惊醒你的本命原神 然后你这个在每一个历史时空中 每一世都会有入身师父来接应你 你只要去寻道 去求道 都会有入身师父来接应你 这个师父可能是个人的身体 你在路的队伍里面 他可能就是路中的一个高智慧的路 也是你的师父 说我们为什么要善待物灵道 物灵道你得罪一个 他的师父也会出来帮他 他是个狐狸 他的师父也是个狐狸 他是个路 他的师父也是个路 你以为这个只是人有师父 只是人有家族 对不对 那狐狸的家族 那个狐仙 人家在法界也有地位的 也是得到认可的 不然咱们封了一个仙 虽然是个动物灵仙 但是人家也在维持着一个道德律 人家也在行善 只不过这个里面也有败类 也有一些来胡搞事的 就像人是个人就都好了 人里面也不是有败类吗 所以我们诚挚的是人的败类 所以是有监狱 有法律 有律法制裁人类的里面的败类 那动物心里面 大部分都是好的 99%都是好的 那也有败类 就像我们人 大部分是好的 也有败类 那这个各种六道中的众生 大部分都是遵守律法 遵守各道的规则的 遵守人意理智信 武德 天地人 三才格的 我之前讲课提到 一个青草为什么活着 一个蚂蚁为什么活着 一个蜘蛛为什么活着 所有的众生活着只有一个目的 提升灵的界位 提升灵的高度 为了灵魂的升华而活着 今天只有人类 很可怜 我们看到72亿人中间 真正为灵魂的升华而活着的人 到不到两亿 真正 我是说真正 那些混得不算数 可能连两亿都没有 真正觉醒了 真正这一世 什么都不为 只是为了自己灵魂升华 知道自己的本命原真 本命原神 见到这个一了 和这个一永远在一起 不再分开了 永远地用这个一 一想你能用这个一 你这个有多厉害啊 你真正能够 通过守一法得一法 把自己的本命原真 那个灵 最开始的那个灵 正出来了 然后哗啦 这个拉到今天 那你是多少 受命的人呢 因为你的灵 是在这个人体 人体你现在是五十多岁 你是六十多岁 你还是二三十岁 但是你如果把那个 第一个灵的时空 叠加过来的话 你是个老不死的 你多大岁数呢 那你如果是一个 五十节以来的 你不都是几亿万年 几十亿万年 一千二百亿年 这样的寿命呢 那你哪里会没有智慧 真正得以守一的人 他开启的是什么 叫法界体性智 真正开启的是 五十节生死轮回中的 第八阿赖耶史里面的 所有的智慧 所以他叫无失智 就是你这个 只要经历的 这一千二百一年 经历的事情 都在你的八十 你正得了一之后 你会使用 第八阿赖耶史转成 这个大圆净制 那就无所不吃 无所不小了 上知天文下通地理了 真正正果的人 为什么他的智慧踊跃 你都不知道他 哪里来的 那不是今生学的 今生你能学多少东西 知识是无牙的 你今生生命是有牙的 有边界的 但是你只有正得了 自己无始节以来的 这个无牙的生命连续起来了 那这个知识的无牙知识 无量的知识 也就被你今生所利用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在佛法中 把界定会为三根本学 也就是说真正的目的是开会 你开会开到多少会 无量之会 法界体清制 大圆净制 大圆净制像个这个 木里宝珠 上下左右前后放着光明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是这样的一种智慧 但怎么才能获得通过定 修定 修止观 深入禅定 进入无为法 你只有无为法 才能追你无始节 你从有为 你这一辈子 你才六十岁七十岁 你才二三十岁 你用这有限的生命 怎么去追无限的知识呢 你只有进去无为 用自己的灵 那个灵已经是老不死的了 已经是几大节的了 甚至是无始节出的那个灵了 也就是无始节积累的知识 瞬间在你今天的肉身中 在你的电视屏幕 在你的这个大脑 是你的电视屏幕中 显现 影现 你就不学而会了 这叫无始制 无始制 这是真正的智慧 但是真正的智慧 它要从定力开始 定力你怎么能定得住 我刚才说 你这个 我们被关在家里了 身体是出不去了 你心还野得很 还想着这个 你政府说了 5月4号我可以开门的 5月4号我可以去旅游了 我可以出去了 我做什么 你看你心还野得很 叫心猿一马 心像个猿猴一样 那个意念像一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坐在家里海阔天空 乱七八糟 胡思乱想 所以你定不住 你就不能够进去无为装 所以在这样的大好时空 身不让你出去了 你干什么 你就进入无为法 一天24个小时 除了三十吃饭 吃喝拉撒睡 就是这些时间 剩的就是什么 剩的你能不能拿出16个小时 八个小时出来醒着 做点事 然后16个小时 混沌 无为 你之前一天才有两小时混沌 你现在能不能16小时混沌 什么叫混沌 就是恍兮呼吸 呼吸 恍兮无人无我 自己不知道哪去了 无论坐在那 还是躺在那 都是一个无我的状态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修你的灵 这就是修你的神 这就是进去你的那个无为状态里面 让你的灵出来 一层一层的觉醒出来 平常时间你在外面奔波 你被公司的事缠绕 世间的事缠绕 你必须用大脑 用八十去应对 你八十都是什么 都是后天的 都是有为法 压抑了自己的无为法 你不能够更长时间的无为 所以你现在至少可以 八个小时以上无为的 为什么不去做 所以大家听着老师的课 听灵魂课 这是个新课 不要睡觉 那么听之前 复习之前的课程 听着听着就可以睡进去 睡进去干什么 就是用自己的灵去学习 不要用自己的记忆力 不要用自己的八十 在混沌无为状态里面 启动自己的魂魄神 启动自己的灵魂系统的魂魄神 去学习 去让自己的本命援军 本命援神 去找本命师 去找无始劫 你在不同生活空间 你曾经在天界生活过几个大街 几百亿年 几百岁 几百万岁 几千万岁 那你在那里面学了很多东西 天界随便教一点东西 比人间都要殊胜很多 你知道天神的东西 能不能这辈子拿回来用 可以的 但是你用八十 左四右想 前四后想 你这一生所学的这么有限的东西 你想去拿回你前生前世的东西 岂不可笑言 说是感恩吧 虽然这次疫情 这个使很多众生丧命 但是最大的是我们要感恩这次疫情 感恩疫情 我们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宅在家里 没事就睡觉 没事就无为 当然这个无为之前给你们讲过了 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无为 你必须把颅脑腔 这个明珠影现出来 胸腔的心灯 让它常燃起来 下颅腔的炉火 使它不断 炉中不断牵连火 心中常燃万年灯 颅脑腔 有一个明珠永远照耀着 心境长玄西天月 真正的心境是进入无为 完全无人无我的状态 那就真正大刀进了 人能常清静 天地什么 细节归 不是靠你呵呼吸虚思 然后什么避气什么 那都是有违法 那都是要进去无为的一种 善巧方便 最终是让你在道场的状态里面 进去无为状态 所以你们听老师的课 因为都放在网上 所以听那些复习课 那六十堂课 将来还有六十堂课 总共一百二十堂课给你们 都可以睡觉 反复的睡 再想听 再打开听 听到没听到 讲给你们聆听的 你的灵会的 灵会了 你将来遇到别人 你就可以讲出来 你要靠自己的逻辑思维去学习 去模仿 你这一百二十堂课 你要多久时间能学会 多久时间能背下来 有些人只会去背 老师说什么他在那背 老师说什么他在那记 这就是后天的学习方法 我反复强调 我是不教你们这些笨人的 我是要教你的灵中灵的 你那个灵很灵 你的心中先很灵 我教他 就是教你那个原始本命的 那个原灵 有了最开始的 你那个第一的 那个一 你从无中生出来的 那个一的 那个一 我再教他 我再教他 他又叫太一 他叫太一真人 他原本就是刚被染的时候 他什么都厉害 后来一世一世越染越染越染 这个真人变成笨人了 就变成你们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教他 我拨开这些晕物 我去觉醒他 让他再来主宰你们 能够拨醒的人 他就明信见信了 他就知道自己不是五十岁 那可能是五百岁 也可能是五千岁 也可能五万岁 也可能五亿岁 也可能五百亿岁 因为从你第一个开始 你生生世世 在每一个躯壳中的 那个我 那个我是不死的 那个叫不死明点 直到把这个不死明点 外层所有的染的东西都进化了 那就回去报身成就了 还是不死 还是不死 如果不行 还是要在六道生死轮回中 去承受因果业力 去受八苦的折磨 就是六道轮回是苦 我们修道人 灵魂觉醒者 我们第一要重视什么 第一要重视出离心 出离心 为什么出离心 老是生不起来 因为你总是把这个肉体身 当成这是你 这真的不是你 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经典中 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提醒着我们 说你是属灵的 什么意思 真正那个你是灵 是玫瑰被魂魄神染的 那个活泼泼 圆脱脱 光灼灼 光而不要的圆灵 你是属灵的 然后你这个灵 在五十节的生死轮回中 不停地去走来走去 走到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的 因为你迷失了 你迷失了灵是真主 你以为那个气 装着你的那个气是你 所以为这个气去烦恼 为这个气结成的关心网 在里面去爬来爬去 像个蜘蛛一样的 爬来爬去 西欧记里面叫蜘蛛经 你们自己接了这个父母 这个给你接的这个在DNA 你今生父母 你这个原来的你这个老古灵 这一世 因为跟今生父母有缘 说在父亲母血结合在母亲的子宫的 这个时候 在这个第一个卵细胞里面 那么他父和母的阴和阳碰撞的时候的1.0 闪了以后 使你在法界的这个古灵 这个老古灵 他看到了今生这个父和母 和你有缘 男的是恋母而入胎 女的是恋父而入胎 因为你跟这个父有极深的缘 女性的 你现在是个女的 你跟你的父亲是有极深的情缘 所以说 你恋父而入胎 入到父母的 这个结成的 这个纠缠的 这一点灵光 和那个灵光合一 合一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古灵 入胎 入胎 那么这个是你今生入胎 你每世都是这样入胎的 你入在猪胎里面 入在其他的这个生命状态里面 你失生化生 你是以阴阳 炼阴阳 而炼阳或者炼阴而生 入胎的 都有一个入胎 但是他不是入胎 他是把那个始生当成胎 不是说这个胎生这种状态 我们只是拿胎生来举例子 都是阴阳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古灵 不是简单的一个今生的一个灵体 他是古灵 在入胎 这么一个道理 他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中 所有的六道众生 里面的灵 都是古灵在来的 都是古灵在来的 都是这么些灵在转来转去的 有没有心灵 有 但是大部分是古灵 那么古灵带来的这些人呢 他在密法中叫祖古 祖古 祖宗的祖啊 古啊 是古代的古 为什么称为祖古 祖古就是什么 这个已经是几万节之前的 几百亿年前的 那个灵 又来了 就叫祖古 祖古 所以这个呢 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个 你们中间很多人 在跟我交流的时候 也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这个自己 这是小时候 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小时候 我们家里穷 这个生活在中国大陆出世的 很穷 这个很穷吧 这个 我这个 这是从开始懂事 一致来 就有一个强烈的 强烈的一个决手 就是这个爹不是我的爹 这个妈也不是我的妈 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家 这个房子也不是我的房子 这个其实我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以为这个 自己就好像是反感这个爹 反感这个妈 嫌这个家穷 这只是以为是这个样子 那后来慢慢修学 才从厚德志中才明白 因为你前世 前世 你带着一个强烈的印记 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多么的优越 多少人伺候着你 多少人荣耀着你 你突然来到这么一个穷地方 要吃的没吃的 要玩的没玩的 要什么没有什么 那你就是强烈的认识 这不是我的家 我这走错门了 这个后来 这个现在古人是说投错胎了 这实际上没有投错胎的 为什么 这个都是安排的 安排的 上界就是给你们这一个安排 所以在天上 他有一个助生娘娘 这个慢慢我们在后面的课 还要讲 讲到天界的时候 有些天神的东西 天界的东西 要给你们历清 这些都不是迷信 也不是迷俗 这些都是真实相 就是在天这个层次 你要明了很多东西 所以你才会敬畏它 你仰天看的一个虚光 不是一个虚光 这个虚光里 在无形的空间里面 它在有空居天 一层层的空居天 有六居天 六居天上面有色界天 色界天有四空天 这个无形的太虚空 展开的时候 它是有严格的 就像我们地球一样的 一个严格的管理层 在那里面的 是不会让你投错胎的 是你就应该投在这个胎里面 就跟就是有这么个远 是不但有这样强烈的角色 我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每天晚上睡觉 有一股声音 就是呜呜呜呜的声音 就好像转动的旋转的声音 然后转动旋转的声音 就是你晚上入镜了 要睡了 呜呜呜的声音就来了 把你带走了 那个时候也不懂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这样的 但是早晨醒来的时候 呜呜呜呜呜的声音 很明显的 就把你带回来了 就感觉自己是螺旋的 这样一圈一圈的 呜呜呜呜的就回来了 这个印记很深 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 印记还很深 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这个 这个带你上去了 上到不是在地球这个空间 带到更高位的空间去历练你 历练的是古灵 因为你的那个灵 它就是 所以这个肉壳 只不过个载体嘛 又给你送回来了 就像一个包包里面 放着东西 拿出去了 又把你再送回来了 再拿出去了 又把你送回来了 它就这么个事吗 你不就是这么个气吗 你这个肉壳神 就是这么个气吗 现在懂了 以前不懂啊 我怎么会跑出去 又会回来 也不懂啊 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这个 大家要知道 实际上我们很多东西是 你是被教育坏了 你觉得这个肉壳神是你 你不知道你是属灵的 你不知道你是祖国 你不知道你是一个老东西了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 在小学的时候 人家就给我起了个外号 我们这个在小学的时候 这个孩子们都喜欢闹 就起外号 你们猜我的外号叫什么 那个时候是小学生 我大概两三年级吧 刚开始 就是我们七岁上学 八九岁的个孩子 我还记得 人家给我起了个外号 起个外号叫什么呢 叫小老头 为什么叫小老头 这个可能是长得 也有点像个小老头 然后也跟孩子 不一样 孩子 那些孩子喜欢玩 我喜欢静静一个人 坐着发呆 人家一看 你就像个小老头一样 但是你如果是 从你这个小小的 八九岁的身体里面 看你那个古灵的 那你不就是个老头吗 所以你看这个外号 起的也挺有意思 知道自己前世 前几世 都是一个 很精进的修行者 修炼者 累世就这么 延续到这一世 而自己后来 在挣前生的时候 这个师父 一个是我的恩师 带着我挣 一个就是我自己 师父也让你去挣 后来我在台湾岛 挣前世 就是我的上一世的时候 我才知道自己 是怎么回事 因为当时我也问 我的师父兄 师父我上一辈子是谁 师父笑笑 说我说的都不算数 我说你是谁 就是谁了 你就偷着高兴了 自己有本事自己挣 人家阿罗汉可以挣五本事 菩萨可以挣一千世 你挣个十世八世的 总应该可以吧 在座的各位 你们能挣几世 你们一世都不一世 连自己上辈子 是谁都还不知道 这不丢人吗 要挣前世的 不单挣前世 前世的前世 还有前世的前世 自己是在天上 还是在动物界 还是在地狱道 所以在佛经中 也有一个方法教给大家 什么方法 就是说 这辈子什么错都不敢犯的人 的老实人 你上一辈子实际上 都从哪儿来的 你是个人 这辈子你很老实 遵旨守法 什么坏事都不敢干 所以这个佛经中说 要辨别这种人 上一辈子是从三恶道来的 他是从畜生道 从恶鬼道 从地狱道解脱以后 再投胎 轮回 作为人的 为什么 他这个灵里面 有深刻的印记 我一旦犯法 我一旦做错事 然后我又要去那个地方 人是不知道 有歌音之谜 喝了黄婆汤 对吧 孟婆汤 又叫忘情水 然后你忘了前生前世 但是你的灵 这个肉身 肉身里面的那个祖骨 那个灵 那个骨灵 它可是不内的 它的印记可是深的 你有辈子 你大概遭了这么个罪 然后你现在还敢吗 那不敢 所以这辈子无法无天的人 什么坏事都敢干件 无法无天的人从哪里来 是上个辈子从三山道来的 为什么 天人心想事成啊 只要一想 什么都来了 说在那就靠着一想天开 很多人 你看现在 不悟正业 然后不顾现实 在那一想天开 这些人从哪来 从天上来的 腰腰的 也不知道去努力 也不知道去经济 你这辈子腰腰的 不努力 胡思乱想 一想天开 总是坐在那 发呆 胡思乱想 不好意思 你浪费今生 时间 是按刻度算的 一刻一刻 一刻 是十五分 十五秒 十五分 这个刻度 刻度 只当跳一 这一刻 就一刻 一秒钟 也是一刻 按这个来算 那你是否在浪费 人生难得 你竟敢去浪费 那你有的完来 下辈子还给不给你人生 你思考一下 他不停地在那浪费精神 功德也不做一个 善德也不做一个 修炼也不搞一点 然后这么 哗哗哗的 几十年就过去了 哗哗哗的 几天就过去了 你这个还了得 你上一辈子都天人 三山道来的 脾气很坏的 这一生不愁吃 不愁传的人 是从阿修罗道来的 将来讲阿修罗道 你看 这个有人家阿修罗道的 是不是 你这个 觉得你这么胡思乱想 异想天开 耗之懒作 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你浪费此生 对不起 这个因果太大 太大 下一辈子再想得个人生 就难上难了 一时人生永不得 这就太可怕了 等我们讲六道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展开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祖灵 认识自己的古灵 认识自己的最开始的原始的那一点 那一点 那么在这个上面 我们要尊重 尊重什么 尊重六道 每一个空间 因为那都是你生活过的空间 因为那都是你生活过的世界 那里面还有你过去式的亲人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今天人类 为什么让大家在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菌里的斗不过 小小的一个病毒你斗不过 那么这就是给人的一个反思 你人厉害吗 你人牛啊 我不怕病毒 这个病毒是普通的感冒病毒 没事的不怕的 一个不怕 你不去引命大家去防派 你现在美国死了几万人 很快就突破一百万人感染 你要美国三亿人都感染 你不怕 对不对 这个有的首相不怕 结果自己还得了 得了出来了很感慨 这重生了 这知道这差一点死了 感恩这些护士 你怕不怕 牛啊 我怕什么 死就死 真轮到死 你死的时候你就怕了 你就出来说话了 这是什么 这些典型反映出 人不知道祖灵 不知道古灵 不知道生死轮回 不知道敬畏 古人是叫敬天敬地 为大人 然后横顺众生 我是最低的 我是最不行的 人家慧能 正了菩萨道 正了菩萨果 人还说了一句话 慧能无极量 不但摆思想 人家就说我没有什么本事 你看我们现在的本事多大 我不会感染的 我死是我的事 我病是我的事 跟你没关系 这都多牛啊 我们人是这个样子 不能太牛 这次一个小小的病菌 一个病毒 搞得我们72亿人 多狼狈 多狼狈 所以是因为我们人类啊 是要好好反思的 这个没什么可牛的 也不能再牛下去了 尤其是我们对待六道众生 对待四圣法界的众生 都要进行深度的忏悔和反思 反思 那么不能牛下去了 所以是要知道 我们修行人为什么可以一生成就 爱我们的 我们是一个古灵 这个古灵在无始节的这个生死轮回中 有太多的师父们 太多的众生 还有我们无始节生死轮回的父父母母 他们都在盼着我们成长 盼着我们去成就 我们太对不起他们了 然后他们无私 我们成就跟他们没多大关系 但是他们盼着自己的孩子 能够早些解脱六道生死轮回 早日回去 这个应该回去的一阵法界 获得永生 我们地球人 是光阴天 一些福报 这个近的人 然后在地球成型的时候 从光阴天 下生到地球来玩 做空机旅行 你们现在是喜欢到处旅游 这个他们是从这个法界旅游 是从光阴天 然后看到这个一个蓝蓝的星体 星球成型了 这个很美丽 然后他们就下来 做观光旅游 到了这个地球上以后 这个有一些人看地球的水好喝 就喝了地球的水 有一些吃了地球上的一些花果 然后这些就飞不回去了 他们从光阴天来到 我们地球是飞着来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中国的敦煌 看到很多飞天 我们佛家的这个原始雕塑上 也有很多飞天 那在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的雕塑中 有很多长着翅膀的大天使 那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人原本不属于这个地球 人原本 人类原本是在光阴天的 这个生命体 那么因为贪 因为好玩 然后吃了地球上的东西 喝了地球上的东西 最后时空隧道要关闭的时候 然后 他们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 所以这飞不起来以后 这些 这个兄弟姐妹 喊着他们走的时候 看着他们 飞不走了 也没有办法 因为时空隧道马上关闭 他们不回去 也要被停留在这个空间中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 就自己先飞回去了 飞回去了 跟他们的一众父母 讲述这样的事项 然后光阴天的这些父母 我们人类的原始父母 是光阴天来的 因为我们是光阴天的孩子 然后 这些父母没有办法 就盼他们的一些长者化身 这个来到地球 投胎在这些 人间 已经成了人类的 这个人中间去 然后来觉醒 这些子女 让他们回归 这在中国叫老母盼而归 有本老母真经 讲述了这个故事 就是 在光阴天的父父母母 都盼着 堕落在地球这个空间的孩子们 能够觉醒 早一点修炼 修善道 然后回去 光阴天 那么回去光阴天 要四禅八定 就是一定要懂得 戒定会的定 只观禅定 那你才有机会回到光阴天 这哪知道呢 这些 再投胎的这些 光阴天的人 一旦投胎以后 有歌音之谜 结果是来 带这些 原来的光阴天的人 回去的人 来得多 回得少 为什么 都被迷在这个世间 所以光阴天的这个天主 天父天母 他们没有办法 最后就去找圣者 找这个一真法界的圣者 一真法界 有很多成就的圣者 那么在佛法 没传入中国的时候 是有道统 从这个古老的这个道统中 有很多成圣者 那么在佛教体系 有很多这个古佛 那么在基督教系统 有很多的先知 在古老的先知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 古代的这个传承体系 都有很多成圣的 所以天父天母 就委托 这个这些圣者 因为他们是菩萨身 他们是佛的精神 委托他们来 帮助觉醒 这些人类 因为我们原本不属于这个地方 我们是这里的过客 我们是来旅游的 这个地球只是我们的一个 hotel 只是我们临时居住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球 是不属于人类的 记住 这个地球 它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宾馆 属于我们一个临时居住地 那这在我们灵魂觉醒课程中 大家一定要认知这个事项 不要迷恋在这个地球上做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些一针法界的圣者 就纷纷地 这个分明化现 来完成天父天母 对他们的委托 来觉醒我们这些人类 回去 回去这个光阴天 见老母 见老父 那么 也引导着我们 回到一针法界 获得永生 获得永生者 可以度自己的天父天命 所以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佛经中 有详细的记载 那这一段历史 我们将来也是在这个系列课程中 细化就给大家讲 今天只讲一些大概的内容 让大家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 是围着古灵 围着你的本命原神 最开始起初的本命 不是你今生的本命原神 那么来认知 我们丢失了太多关于生命的实相 太多关于这个宇宙时空 宇宙的真实相 我们只具现在一个小家庭 只具现在自己一个小肉身 这个就完全迷失的 这个生命实相 宇宙实相 所以我们今天的灵魂觉醒课程 一定要重视天生合一的智慧 就是一展开 是一个28重天 是一个六道正一个时空 和超过这个 我们141年宇宙进去的 3000个大千世界 因为你是五十节的一个英灵 一个古灵 你在3000个大千世界里面的 很多的宇宙中都生活过 不是只在我们这个时空宇宙中 这141年一年的宇宙中生活 所以你是个古灵 你可能 巫师节 巫师节什么概念 你可能是几百 几千万亿年 几千亿年都是个小数 几千万亿年 都有可能活过这样的一个 你的灵都有可能在这一个时空中 上上下下 寻寻觅觅 我们为什么要觉醒大家的古灵 不是今生 说是人 父母生你是怎么回事 不是这个样子 可惜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空 低微空间的夜战 众生供业太重 说很多诸佛菩萨来到人世间 也有隔音之明 也有隔音之明 这刚才讲了释迦牟尼 他是一生补出佛 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迷闷 迷茫 迷失 最后才在菩提树下争活 所以说我们这一世 首先要明白 地球不是我们的家乡 你真要回家 也应该回光阴天看看 那里有你的父母 那里有你的兄弟姐妹 有你的亲朋好友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在社会上看到的一些天道 天道老母盼而归 他们在弘扬的东西 虽然他们是不究竟法 不了意法 但是也是一大事项 大家要去认知 要尊重 尊重他们的这种传言法 不要我慢 不要有我 觉得我们是究竟法 你也没经就到哪儿吧 你学了什么东西 所以是这个天道的叫法 这个回头我们在整个课程体系 也会跟你们讲 他会要求我们怎么去做 但是这真的不是目的地 因为你去了光阴天 将来我们讲到什么 水节火节风节 亨灾火灾 这个怎么毁灭天界 怎么毁灭天界 这些天界 这个这些也会被毁灭 乃至我们141年的宇宙 也终究要被毁灭 你这个古灵还要再去别的宇宙空间 再重新来过 所以这样的去认知 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的灵 我们是一个古来的灵 我们的终究目的是回到一真法界 真回到一真法界了 我们随时可以去光阴天探亲 真正到一真法界了 你重就了 你是在天界比天界高很多层次的 这样的一个时空 你随时可以回去探亲 回去见自己的亲人 引导他们也回到一真法界去 而不是探图光阴天的天赋 所以是释迦牟尼讲经的时候 天上的诸天都下来听经 他也在帮助觉醒诸天 所以这就是究因法 是在天这个层次 要超越的这么一个法 那么我们到了现在 作为人或者作为胎生这一类 基本上就是要认知 我们的生是一个投胎 那么当然这里面在从这个到了地球以后 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演变的 这个我们回头也会去细说 但是根本就是一个父母 一个阴阳 那么在这个里面 咱这前面重点讲的是灵这个系统 那么到了这个地球上以后 他因为我们落了地了 他有一个地 有一个我们原来来的一个天 所以是我们在地球上是一个地 在天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天魂 天魂 那么当然我们在离开一真法界 那么到了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天 每一天都有地 每一天只有四空天 它是没有地的 它是空无边处 它是以虚空而住 那到了这个色界天 既然是色法 色界它都有地了 你便到了这个十八重色界天 都有地 所以是我们这个在天这个层次 在四空天以下这个色界天的层次 我们在天上就有一个三魂 这样的一个东西诞生了 那就是天和地 就是对应着 比方说我们在十八层的色界天 色界天是在天 实际上它有一个以地而居 这个地是空居 空地 它不是我们这种有职的地 但是就是在那样的前提下 那么我们除了有天魂之外 也有地魂 天地魂以后成了我们的灵魂 成了我们的灵魂 那这个时候就是也有三魂 也有三魂 那么我们到了地这个层次 就是到地球上以后来 我们有了天魂 这个地魂就变成什么了 地魂就变成了我们脚下的大地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灵中允洁出来的东西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古人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认知 就是天气下降 地气生生 万灵始生 万物生焉 万物生焉 天人是这么生的 我们这个地球人也是这么生的 六道众生都是这么生的 都是天地结合的 六道空间里的众生 都是天地结合的 当然在这个天界 化生 也要有父母才能化生 那么在更高 更低级的 更低级的 你看在地狱里面 地狱里面 它就是一种化生 就像这个毛毛虫化成蝴蝶 那是一种生化 但它是蝴蝶化成毛毛虫 它更低级的化生 怎么化 它生得懒 生得懒生出来的不就是毛毛虫 它就是更低级的一种化生 这是我们在认知六道生死轮回 那些细的章节中 我们再去分开讲 那么就是说 作为一个人 你是有三魂的 三魂的 那这三魂是什么 天魂 地魂 人魂 刚才说天魂来自天 地魂来自地 然后人魂来自天地 然后生光造化出来的一个魂 那么今天 在今天的人类来讲 我们的人魂就是 复精无卵结合的时候 这个以人的精华而生成的魂 这个叫幽精 这个人魂又叫幽精 然后天魂又叫爽灵 地魂呢 又叫这个 天魂叫开光 地魂叫什么 爽灵 然后这就是什么 人的三魂 人的三魂 然后人出了三魂以后 这个在出体之后 气魄 他这个肺啪一哭以后 一出生以后 啪一哭以后 这个魄 这个一哭生一起 肺气一开 气魄开始成形 气魄开始成形 那么三魂 三魂这个 首先投入你的这个 在你的肉体中 也就是父母怀胎以后 首先在你的这个胎儿身体里面 成长的那个呢 是什么呢 是你的幽精 另外两魂呢 一个叫胎光 一个爽灵 它其实不在你的这个 母亲的这个胎中 母亲的胎中 那么 胎光这一个魂 是我们人死的时候 它先要离开人体 离开人体 上升天界 那么根据我师父 这个的告知 这个我们这个传承体系的认知 那么是在北斗七星 往上指的那个 这个 北斗星 北斗星的 那个空间 那个空间 地球赤道 地球黄道 赤道黄道 在那个空间 交的 交会的 那个空间 是我们人 这个天魂所居住的空间 那么 我们人死的时候 天魂相归天 叫人死归天 我们这个以前老辈子 对人死 都很忌讳 都说 谁谁谁升天了 这个升天 就是来自这个天魂回归 这个 又叫归魂了 就是它来自天 再回去天 回去天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天魂 那这个爽灵 这个地魂 地魂在我们生命解体的时候 天魂一走以后 地魂 这个就在我们民间所说 被黑白无常 两个就勾魂 就勾到了这个 它先第一个去处就是 这个城隍庙 这个在古代呢 对引台世界的认知 是全方位的 不像我们今天是 在那胡说八道 乱编一气 那么他们是通过修正 求证 对于这个人的生死 对于引台世界 百分之九十六的 这样的一个 今天科学 不能认知的世界 它是全方位的认知的 所以它在人死 黑白无常 要行文到这个 城隍爺那个地方 城隍爺是管着人的户口 他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警察局 那么你什么时间 谁家要出生个什么孩子 城隍爺呢 先得到消息 谁要死 有人来勾他 城隍爺呢 先得到文书 所以是在民间呢 特别重视城隍庙 为什么 就是方便这些阴差办事 城隍手下有五千阴兵 这个又叫五楼兵马 维护着引台世界的一个治安 一个秩序 所以是这个地府里的这个黑白无常 你们这个在南洋 叫大爷伯 二爷伯 他要上来办事的时候 要奉阴君 就是阎王 就与阎王跟地狱是两回事 这个民间经常把这个阎王和这个地狱 搞成一回事了 这不是一回事 这个阎王是地府里的审判衙门 他这个在居地 就是在地一下 因为他属于阴间 阴阳的阴间 他是管的人的地 这个地 这个爽灵 这个地魂的 所以是 他处阴了以后 他就不能够暴露在阎世间 所以是受不了 所以他在地底下 地一下 有这个十殿阎王 十殿阎王 十殿阎王 他不是地狱的 他不是这个归府地狱 他叫地府 府是府衙的意思 他们负责审判 就是天魂已归 以后地魂 被黑白无常拿着锁链 然后要拘回到城隍那儿交接 他们去捉人的时候 城隍要派兵马跟着他去 那这个捉了以后 要到城隍爷那儿交个文书 交个文书以后呢 这个人的这个爽灵 就会被勾到这个阎王殿 就是下去地府 接受审判 那么为了这个 这个亡灵能够了原 所以是在头七天 这个会放他七天的假 醒清 所以是这就是我们民间 为什么要做头七 头七 就是他先要把他勾了 勾了人才能死 一旦这个天魂走了 地魂被勾走了 这人就断气了 人就断气了 然后呢 这个身上只有一个魂 就是叫人魂 幽精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是腹精母卵 给你结合而生成的 所以这个幽精 这个魂呢 他一致认定这个尸体是我 这个肉体是我 为什么很多人 一致那么顽固不化的 来使这个肉体荣耀 实际上他就是 在三魂里面 天魂和地魂力量都不够 然后他是人魂特别强 就特别迷恋这个肉身 有的人跑去韩国整容 在这个人间到处去整容 一辈子赚的钱 都花在这个肉体上面 这是什么人 这就是自己的幽精 特别强 特别有力 反倒天魂的地魂 都不够有力 天魂它主掌人的聪明才智 地魂 这个管着在世间的交集 所以它形成你的财路 天魂它向往飞天 有的人做梦经常往上飞 这是天魂 睡觉的时候天魂出体了 他就梦见自己在飞 神的飞到都是从天去了 那这是真的 这是这个天魂有这个 以前它有这个力量 天魂地魂一致是一对嘛 它是古灵 它是灵魂的 附佐这个灵的 这两个天魂地魂 一致附佐自己古灵的 也就是它跟着古灵走的 跟着古灵走的 人魂是每一世你会换的 当然你这个不是每一世都换的人魂了 你可能换了个畜生身吧 对吧 那就是畜生的这个幽经 幽经身 所以这个三魂呢 这个守在自己的尸体上 那个呢 叫这个幽经 它是腹经母血 当时父母怀孕的时候就有的 那个在肉体的这个时间是最长的 但是天魂是在这个 这个父母一怀孕 这个当下这个胎儿属谁的 这是归天魂管 这就在天上的助生娘娘 就带着那个天魂 认胎 认胎 所以它下来 这个将来这个胎儿就是你的身体 它这个叫认胎 认胎呢 以后这个天魂 它就经常的进出母亲的这个子宫 因为它是属于天 它是属于天界的 所以它有这个本事 穿越 穿越物质的肉身 所以它经常进去 这个母亲的胎身 当然一回来以后呢 这个母亲就特别精神 这个福中的这个小婴儿呢 就特别的活跃 因为天魂和人魂在玩耍 玩耍 那么这个神之友的这个母亲怀孕 原来不会讲经说法 那这个舍离福 他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舍离福的母亲 有个有个哥哥 这个讲经说法特别厉害 但是他妹妹一怀孕以后 这个他说不过他 他哥哥说不过他 后来他就知道 这个他妹妹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 了不得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古灵 很厉害的一个班智达 一个大智慧者 要这个 要诞生了 所以他就这个到处就去 出去就是找师父学习了 学习了就是准备着 将来跟这个外甥怎么样 论辩 因为他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 见母亲的嘴 舅舅就说不过他 将来这出来了 就更了不得了 后来这个 等他舅舅见到舍离福的时候 舍离福已经是跟着释迦牟尼了 结果是那个 做释迦牟尼的弟子 他舅舅又说不过他 后来这个跟着舍离福 去拜释迦牟尼为师了 这是一段美话 这是说什么 这个天魂 天魂 这个一旦的 这个就是这个胎儿 在母亲肚子里成形的时候 这个天魂 已经知道这个身体是他的了 是他的 那他在等着什么 等着这个地魂 地魂 这个地魂呢 因为要在地府里面 经过这个49天 经过49天 亡灵一死以后 要经过49天的审判 最长49天 一定要送去投胎了 送去投胎 所以是这个地魂入体 地魂入体 地魂入体以后 然后就什么 天魂就来跟他应 所以是地魂一入体 这个婴儿就在母亲肚子里 他呆不住了 呆不住了 他就要出体了 就是要生产了 这个 这个父女要生产了 然后这个生产以后 这个天魂什么时间进去呢 就是在这个小孩子 哇的一声一哭的时候 顶门 性门一开 这个猴一开 然后他从性门插 股体 和自己的地魂 结合成天地 和人魂 父母给的人魂 三魂合成一个 这个在皇帝内经中 叫魂魄比去 乃为人 说一个人 怎么是成为一个人的 他这个除了古灵 他要有天魂 地魂 人魂 三魂和灵 安在体内中 这个五脏六腑 才有神明主 如果是这个 灵魂不在体内 就会六神无主 六神指的哪六神呢 这个心肝脾肺肾 五脏 加一个胆神农药 这五脏神 加胆神农药 只是六神 所以六神无主 是因为灵魂不在 灵是永在的 魂魄不在 魂魄不在 魂魄不在六神无主 叫魂飞魄散 七魄是在肺开那窍以后的 七十四十九天 完成完善 和肉体结合 安居在肺 然后三魂 在我们的三叶肝中 这个始居 白天在眼睛上面 这个魂在眼睛 主持我们的三个丹田 上中下三个丹田 然后七魄 这个白天 这个在七轮 就是在我们的内在七轮中 主持着我们的 体内的所有的筋骨皮 有气力 气血顺畅 这是白天主持这个工作 晚上舍在肺 安眠 舍在肺 在肺中有七个破 七魄不全 这个七魄属阴 阴不知阳 就会失眠 无论七魄中 丢的哪一个破 只要丢一个破 你就开始难以入眠 丢两个破 那个就更难入入睡 丢三个破 那基本上就是 你的精神就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 就是基本上就是 开始接近精神病了 为什么你这个完全失眠 睡不着觉 这个我当年在北京治了一个丢魂蜡破症 这个是很高的一个高官 这个当时呢 这个就是他高官嘛 他有医疗条件 中医 西医 什么这个都看了 什么北京医院 什么医院 那些这个国家级的高级医院都看了 这个老中医也看了 治不好 治不好 后来我去北京呢 这个一个朋友就说 帮个忙 这个有个朋友得了这个病 听说你是大师 这个能不能 见个面 帮个忙 后来就 后来我就去见他 见他了以后 我就追魂 这就是将来要交给你的尊魂术 交给你们的追魂术 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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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去过德国吗 他说去过 这个德国 这个我们那年去旅游 这个 然后去了 马克思的那个 那个墓 这个 共产党人 他们这个信奉 马克思 恩克思 就一定要去那个地方 他说 那个湖太美了 在那个 马克思的墓旁边 有一个很美的湖 在德国 那个环境太美了 哎呀 我都不想回来 我说 你就没回来 他说 我现在人在北京 我怎么没回来 我回来 我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你就睡不着觉了 对不对 他说 是啊 我从德国回来以后 我就失眠了 我说 你这个 还有一个破 在这个 在那个地方 逛了 我回来了 所以说 他在那逛 你那个 三魂里面的 那个 天魂 地魂 他就经常 跟着眼过去 这不就是 魂飞魄散 然后 你这个 魂不附体 三魂里面 两魂不附体 然后一魄 在那门光的 然后 这个 所以是 你就 不能睡觉 他说 那咋办 我这个 他不太信 你不 这个不太 无神论 都不太相信 这个魂魄 我说 很简单 我说 你这样 这个 我帮你 把这个 魂魄给 拘回来 那这个 就是 拘魂 这个 炼泼术 这也要 交给你们 这个 结果就是 我就 跟他的 秘书 要了一瓶 宽泉水 把这个 魂魄给 拘回来 要借 这个 没有煮的水 就是自然 天然水 把它 放在水里面 通过 他 引用 这个水 或者从 顶门 百慧 穴 把它 这个拍 他 用水 拍他的头 把它送进去 结果是 他这个 我在坐的时候 他就感觉 他很敏感 所以他就感觉 有一个东西 从 天门 百慧 那个地方 啪啦 进去 他的体内 然后他 这个 一喝水 感觉 眼睛亮了 然后 整个人 就精神了 他说 怎么回事 我就说 那你不是 不相信吗 我是说 把你的魂 给勾回来了 然后 把你的魄 也按进去了 你魄 一进去以后 就有魄力了 然后魂一进去 在白天 你醒着 他就瞩目 就瞩你的 两个眼睛 血亮 从那以后 这个 这个 睡眠就好了 就好了 这个 将来在 戏课程中 这个 会给你们分享 三魂 它的 在肉体的作用 是什么 那么 七魄的 每一个魄的 作用是什么 所以你们 这个 很多 在听讲的人 都有病 看了很多 医生不好 一些慢性病 这个 长期的一些 困扰你的病 实际上 这都是什么 丢魂拉破症 魂部附体症 那这个 六神 无主症 失神症 失魂症 失魄症 这个 所以是今天呢 这个 以前 这个 孩子 坐月子 这个 特别强调 这个 过百天 过百天 就是 这个 三个月 这个 第一呢 第一个月 这个 孕夫 生孩子的 这个 产夫 不能出门 孩子也不能出门 这些 叫 坐月子 满月 满月以后呢 家人才可以 见这个孩子 不是家人的 不能见这个孩子 这个 外人要来 见孩子 要过百天 就是三个月 那么 也不能带着孩子 到处跑 但是今天 这个城市社会 大家不遵守 这个 坐月子 这个 不懂 为什么要坐月子 更不懂的 怎么 为什么要过百天 所以导致很多 小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 丢婚蜡婆 然后呢 最后变成 躁狂症 抑郁症 这是 这个什么 这个 多动症 这是西医给的名字 实际上在我们中医 这个传统 天医 古医 这个道医里面 佛医里面 都统称丢婚蜡婆症 或者叫 失神症 失神症 也就是说 我们人 这个肉口身啊 它只不过是 神器的一个 房子 也就是 你的体内的神 的宅舍 然后 气的宅舍 真正 真正组织 这个肉身 有生命 肉身 充满活力的 不是你这个肉体 你经络在好 五脏在好 里面没有真人 没有主人 里面没有气 它就是个死尸 完美的死尸 叫行尸走肉 但是很多人今天 不能够把身心分开 灵身分开 这是一个病 这是什么 叫贪着 叫执着 叫黏着病 黏着什么 以为这个肉身是我 以为这个躯壳是我 这个躯壳它不是我 躯壳是我的身体 脑袋是我的脑袋 手是我的手 这个我 是灵魂才是我 古灵是我 跟着古灵 生生世世的天地魂 二魂是我 但那个第三魂 这个人魂也好 幽精这一魂 它是不跟着转世转回的 每一世又有一个新的 因为你的父母不是同一个父母 所以是每一世的尸骨要妥善安排 为什么 因为这个幽精执着自己的肉身 这个躯壳是我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的实现 所以是这个躯壳 只不过是神和气的一个宅舍 只不过是一个神气的工具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就是这个躯壳里的神和气 为什么要坐月子 坐月子刚才讲了 那个三魂 这个天魂地魂 是在孩子刚出生 这一刹那 合着人魂三魂合一的 刚合一了以后 这个天魂它不安分 它是老是喜欢到处跑 回去天界 因为谁不喜欢待在天上 谁愿意下来 但是所以是有一些孩子 他出事的时候不哭 为什么不哭 他那个天魂讨厌这个身体 他不愿意下来 我以前给你们台湾一个人 这个条旅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当时这个他一出事以后 他就不哭 这个他们老人家懂 他爷也懂 就是拼命地打他的脚底板 打他的屁股板 他就是不哭 打了一个多小时 这疼了 受不了了 啊一哭 啊一哭 这一个魂 天魂如体了 和地魂合一 和人魂合一 合一它就三一合真 它就不太容易分开 但是还有分开的风险 后来他就问我说 为什么他不哭 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 你上一世是个大和尚 大和尚欠人家这一家施主的 然后这一世来报恩 因为说是你们不要随便地以为 有个大施主 供奉着你们 养着你们 人家施主养你们 是让你们讲经说法 能够引领他们修道成就的 如果是你只是贪着供养 忽加虎为 或者是坑蒙拐骗 误以为 让人家以为 你是一个大修正者 大成就者 接受人家的供养 这个是要还的 施诸一粒米 大如须弥山 这个是要还的 这个家伙就是这样 上一世是个大和尚 嘴痞子道很厉害 讲经说法 头头是道 这个功能 他还带到今生来了 但是就不肯施证 不肯真正地求一生成就法 那世也没成就 没成就的话 你就要六道轮回 所以最后因为欠人家施主多 然后就要来报恩 就变成人家的一个孙女 结果是这个 他前世是个大和尚 他这个天魂 当然知道自己的前世 他一看怎么是个女娃 这个人身难得 这个男身难求 要做丈夫身吧 这个不是这个 佛经上还说 这个要下一世求这个丈夫身 实际上这个女转男身 是今生的事 这在后面将来你们深入实证 都可以听到这些课程 这个女的怎么斩翅龙变成男身 叫女转男身 是今生的事 当然你今生不成就 你就下一辈子了 今生你们练不成斩翅龙 女转男身 那你就求下一辈子做丈夫身 那为什么要做丈夫身 将来讲到光阴天的人下来怎么堕落的 一辈一辈子 一代一代怎么堕落的 你就知道 这里就不讲了 他一看是个女娃 他就不进去 他就赖着不进去 最后打疼了 打疼了以后 这个女娃一哭 他没有办法 那股犀利 叶利 叫叶利 犀利 啪就进去了 而天地人三魂合一 但这家伙也是这个 虽然是这样的 他那个天魂也不老实 所以是 也是一想天开 后来也不修 也不跟着修道 这个人的天魂老在外面飞的 他就是两脚不着地 什么叫两脚不着地 就是在人世间 他很难脚踏实地 认认真真的 去做事件的事 事件法就是 乱七八糟 一塌糊涂 家也不收拾 乱七八糟 饭也不会做 自己的生活也不会打理 这种是什么 这种典型的就是 天魂不安居体内 叫魂不附体 它是一种病 很多人以为 这个人挺好的 这个你看 这个都不迷恋人间 迷恋人间是一种病 人间是不圆满的 这也是一种病 这是天魂不附体 不安居在体内的表现 他这种人 他做不成什么 事业 就是非得要有人 慢慢历练他 使他的天魂 地魂 人魂 能够在体内 三魂安居 安居乐业 六神有主 他做事情 才有主见 做事情 才有条理化 然后他这一事 才能够成就 喜欢海过天空 脚不沾地 胡思乱想的人 都是魂不附体 症 所以这种症状 在现在的年轻人 中间大量出现 这是什么 这就是在 孩子出世的时候 没有好好坐月子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 现在西方 西方一派的 这个 出了医院 生了孩子 然后就什么 去夜市吃东西 晚上去到处 带着孩子到处跑 这个导致孩子的这个魂魄 魂受惊 魄不安 魄呢 要在人出 这个孩子出世 开始算起的 四十九天里面 才安魄 四十九天 也差不多将近两个月了 所以是魂魄 比去方为人 所以一个孩子 大概在百天之内 魂魄 适应了他这个躯壳 新的躯壳 然后 五脏神 在第三个月 前面是四十九天 五十天 对吧 三魂七魄 完成 魂魄 比具 方为人 这个时候 怎么才是个人 那么体内五脏神 各种神 他因为有了地气 失了母亲的乳 失了地乳 地气 然后自己体内的气 才开始生成 精才开始生成 气才开始聚 才能练精化气 才能练气化神 我们叫聚精会神 这个时候 五脏神 眼耳鼻舌神 才在后面的第三个月里面 才基本地开始诞生 或定性 定性 所以一百天三个月 然后这个时候 魂魄 比具 这个体内众神 安居 这个时候可以见外人了 所以是古代大户人家 过百天 请一些亲朋好友 庆祝 庆祝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太容易精柔 这个小宝宝 他就魂魄 比具 然后体内众神 安居 五成五真人 这个上中下三丹田 二十四真 这些都开始什么 归位 归体 然后成形 安居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能够经历起一些外在干扰的一些人了 他成形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病儿 很可惜 因为我们这个大家都是一些所谓的什么无神论 实际上都是一群迷信的无神论 为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魂魄神是怎么回事 迷信有两种 迷而不信 迷而信 迷而信是丢失了自己体内的实相 向外在求 这样叫迷而信 因为他不懂 所以他要信外在的力量 来使自己打到目的 这种也是迷信 也是迷信 因为他不明白 我们要信就信得明明白白 不要搞迷信 不要稀里糊涂的去装着信 这个是会害人的 后面在这个大课程中 也会给大家分析 我们今天迷信导致了什么结果 因为既然讲到魂魄灵魂觉醒课程 就一定要大家知道 怎么使自己这一生明了 真明了 真明了以后 你这一生要真成就 真成就除了 你这个依赖外 你内在的神明都不觉醒的话 是迷灯的 然后外在的就会被别人欺骗 就会被一些邪灵所左右 使自己这一生无所成就 那么今天是迷而信这个系统 在中国不严重 因为中国整个都是无神的地球 那么在海外特别严重 在中国以外的八千万华人中 这个相当严重 因迷而现最后导致家破人亡 乱七八糟 事业衰败 被邪灵控制 被邪灵阅这个作用 比方说这个香港好几个艺人 这都很有名的艺人 后来死于这个自杀 死于什么 实际上你们是不知道 他们叫养小鬼 最后都是那些鬼啊 立鬼上身以后 取了 使他们这个自杀 跳楼 以各种形式自杀 因为这些艺人为了出名 去拜什么泰国 什么什么出名的 一些什么龙芒 什么人 然后他就教给他们 怎么养小鬼 每天回家要把指头给刺破 然后比自己的血 给那些小鬼吃 把他们养到一个水瓶了 他就不单要吃你那一点血了 他要把你的血都吸干了 你治不住他了 你的运气旺的时候 还可以治住他 你的血气不旺的时候 神灵魂魄神没力的时候 他就反制你了 这都是迷信 这都是迷信导致的 生命突然中死 然后这个产生的 被鬼被上身 造成的八难横死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中 有讲到八难横死 这些横死众生 怎么来处理 他们是为什么会横死的 这都有 既然是灵魂觉醒课程 不要给大家细细的翻 这个要讲清楚这个事情 这是叫迷而信 迷而信 包括信的一些邪灵 然后被邪灵控制一生 这个很痛苦 身心都很痛苦 家庭也是乱七八糟 这个迷而不信 迷而不信的人群呢 这个现在在全世界很大的比重 各个宗教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不了解 魂魄神系统 内在的魂魄神系统 和外在的神命系统 鬼神系统 这个动物先灵系统 这个的实相 所以是他们迷不清楚 不懂 所以是导致他们不信 所以是这个 这个人群 在我们七十二亿人中 差不多占了一半以上 迷而不信 迷而信的是另外一半 真正能够 对这个灵魂系统 魂魄神系统 了然如胸 迷而完全确实实体明白的 很小很少 这要靠自己的实证 还不是听完老师一堂课就完事了 只有自己实证 老师说的东西 在你呢都能证明出来 同时又能够借助内神 内在的魂魄神 神知自己的灵 灵是本觉妙用 那么和外在的这个神鬼世界 一真法界的四圣 圣众 你能够经常的沟通 经常的打交道 那么中间可以做这个实验工程 证明你的这个是实相 这就真信了 这就真信了 要达到真心 是要靠自己的实证 自己的实修实证 实际这些 要能达到和外在神明世界 内在神明世界沟通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说我们最近在提倡大家 诵黄庭经 黄庭经 黄庭经是讲我们的内神世界 一本很完整的经书 这个字数也不多 希望你们在听这个灵魂觉醒课的 这些同修呢都去诵读 从现在开始每天诵这个黄庭经 边诵黄庭经 早晚各送一遍 反正现在宅在家里没事 然后呢 边听老师讲灵魂觉醒课程 那么很相应 我们的灵魂觉醒课程 不是让大家增长之见 是真正的向你们灵魂系统 向你们的古灵系统喊话 是他觉醒 他一觉醒 他在五十节来修正的这个果 都会回来 为什么呢 这个叫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那这个不是你这一生练的东西才属于你的 你这个古灵 从开始第一世懂得修炼 到现在累世修炼的东西 会叠加到今世来使用 一通百通 是要把这个古灵给唤醒 他醒来以后 这个得一守一之后 然后你五十节的修正的果 都会在今生的肉体中展现 那你的智慧就踊跃 你用来应对世间法 世间法也会圆满 用来出世间法圆满 你也会出世间法圆满 所以这个 这个包括我们这个 当时我师父收我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们每一个拜师的人 真正在天上 因为我们拜师有个很严格的遗轨 是要焚烧一个表奏书文 是一个黄标指 这个黄标指上面写上你的志愿 为什么要拜师 拜师以后你要怎么学习 然后你将来成道了以后 你要怎么去度众生 这个叫自己的誓愿 阿弥陀佛就因为四十八大愿 然后成佛了 成佛以后 他的四十八大愿 都在产生着作用 叫愿力 产生力量 帮助有 帮助有情众生 所以是一个真正入门学习的 入道门学习 他是要行表奏书文 就是庄严的用黄复纸 写上自己的书文 最后在遗轨下 要把这个书文焖烧 交到天庭那去宝坏 这在这个后面的课要给你们讲 道家诸神体系 佛家诸神体系 都要给你们交代清楚的 这个不是开玩笑 让你了解真正的神明世界 是有严格的管理 和这个次第的 不是像你们这么昏昏沉沉的 谁都一样 土地神和玉皇大帝一辈踏 什么的 你都不懂 所以都要懂 灵魂觉醒课程 就是要神明世界怎么回事 你都要清楚明白 所以是学习完这个课程 带着你等于是来了一次 这个天际旅游 时空旅游 空间旅游 把每一个空间都要去看看 去了解了解是怎么回事 所以是最后要交代 玉皇大天尊那里去保管 这是很庄严的这个事情 按真正拜师学义的 你身后都会得到一个百宝囊 这个百宝囊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你在过去试 你修炼的法宝 你修的帝王珠 你修的宝剑 你修的宝扇 你修的宝布的墨里宝 什么的这些 相宝 八级相宝 等等的这些 你在历史时空中曾经修炼成功的 然后这些宝最后都在你的这个千分袋里面 这个就是真正拜师学义的 师父都要帮你把这个千分袋找回来 这个把过去是古灵在过去是修正的所有的这宝布的东西 得的果 这个玄界 你在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玄界所做的功德产生的功德果 都在你的这个枪根袋里面 所以这个呢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要真正学习 要重视 对古灵的觉醒 和对古来 这个 五十节以来 你修正的果不要丢 都要把它给接续回来 那这一生就可以圆满成就 不用再修 前生前世修的东西 就不用再修 那么我在世界各地走 有的时候空间场需要一些帮忙 帮忙呢 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金银纸 香 但是我们在西方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鼓励大家 每次的这个法会做功德主 大量的烧金纸银纸 烧香 烧蜡烛 点灯 点蜡烛 点油灯 那么就是给你的灵这个系统 灵魂系统 这个白宝囊里面 这个增加宝贝的 说我当年在英国 这个带了几十人 要度他们 那个时候 这是几千年的英灵 他们很多古代的这个军队 在这个广场上 因为有开眼的人他都能看到 那都是一队一队的这个兵马排着 在那等候着被超度 因为现在的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他们都没有这些不懂这些 现在我们佛道他也不懂这些 很多都不懂 很多以为都是迷信 都是只是一个形式 糊弄活人 是不是 所以在另一度空间 你要有法能 法能是什么 你要有宝贝 你要有这些 你太看不见的这些物去帮忙人家 人家缺钱 你光给他说好话 他还是个缺钱 他不受用 缺钱的给钱 缺香的去给香 缺火的给火 缺什么的你要给人家什么 所以是法门无量试验学 这些东西你们将来都要学 怎么办超度 然后怎么去帮助这些众生 所以是 那当时我就看在那个地方 我这就犯愁了 这个也没带香来英国 也没带金银纸 这些怎么布施他们 后来真正敞开了以后 我就看到 我的那个神进去自己的百宝囊 往里一掏花 就拿出很多 然后一化 放下一散 就是度了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量的烧 我从熊辰锦教授我的恩师 教了我这个方法以后 我逮着机会我就大量烧 所以这一场法会用不用这么多 不要紧 物质不灭 能量守红 它都存在那 等着我们要用的时候 都存在那 随便拿出来用 这些方法呢 这是对待灵魂的超脱 灵魂的解脱 这个将来接着修计 这个 唐王 怎么去到地狱 然后他没钱 出不来 那一节 我再给你们细讲 大家要知道 要在余物野 显态世界你盖楼 要有砖头瓦筷子 钢筋混凝土木的 隐态世界里你要成就的事业 可不是一个空想 空想会害死你的 坐在那 靠自己的想象力 那会害死你的 你要真的在你的想的同时 能够使物质界改变 真正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能够使用那个暗物质 使用暗能量 使用暗物质暗能量 做成的物质 金质 银质 蜡 香 你这些 你这个 在有形世界大量的把它化无 它就在无形世界里 大量的化成有 无形世界的有 所以你就可以 你的魂魄神系统 灵魂系统 就可以随手拿来去用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 老师今天讲的东西都是传承 没有一个是我的 所以我的师父当时教我东西的时候 他特别重视什么 重视不让我改东西 他让我发誓不能改骨龟的东西 要发扬光大骨龟的东西 不能改它 这个就是物质世界 暗物质世界的东西 你要懂得去储存 我们懂得去用它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魂魄神这个系统 古灵系统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我们今生的成就 你要觉醒古灵 觉醒古灵的前提下 把魂魄要聚在体内 要复行 魂魄要复行 不能够魂飞魄晒 也不能魂不复体 那么下一堂课我送你们一些成语 这些成语跟我们这个修炼都是有关系的 你看你听我听完魂魄觉醒课程 那你这些成语都就明白 不是普通的一个成语 不是什么形容什么 形容什么 那都是丢失石像 丢失这个古根文化 古灵文化 这些人在那湖边滥造 那些教授不懂 对不对 他这个湖边滥造 他没有修正 你们除了听课 还要好好实证 好好实证 然后就懂得怎么去应用 你才能自己觉醒自己 也才能够觉醒别人 叫自觉觉他 是菩萨 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你就成佛了 说我们讲这个灵魂觉醒课程 让大家了解生死大事的这个洁密 灵魂觉醒课程 是帮助大家学会这些 不是光是认知里面的知识 要学大量的技术方法 懂得去应用 懂得去应用 那么利用96%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这一生 荣耀此身 荣耀此生 那最关键的是 荣耀自己的灵 把一切的荣耀 都归属自己的古灵 这唯一的灵 因为你从古到今 这就是唯一的灵 你不是每一世都有一个灵 你这个灵从古到今 还是没有解脱 还是被各种蜘蛛网 情网 财网 财色 明师睡这些网 网在中间 纠缠在中间 所以你从古到今 你是唯一的 你是独一的 你要记住这些话的实意 就是你的灵是独一的 你的身体换了无数个身体 无始节的生死轮回 换了无数个躯壳 在六道中换了无数个躯壳 但是你是独一的 你是唯一的 就是那个古灵 你从来没有变过 从来没有变过 它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它是不死的灵灵 我们只有把从无始节生死轮回 到今天的延续下来 利用物质不灭 能量守恒 把它接续到经朝 接续到此生 接续到我们现在的时空点 去使用它 我们才可以 祭此肉身 在有限的辛苦三五年的前提下 打下道的基础 打下成佛的基础 然后再花上个十年 八年 坚固了 然后真正得到了 再去传道 在自觉觉它 得行圆满的前提下 功行功德圆满的前提下 灵光收入圆满 收入圆满 我们就此生成佛 此生成道 此生成先知 此生获得永生 所以是灵魂觉醒课程 不仅你们要听 把你们的亲朋好友 都号召来听这个课程 这是 你除非你不爱你身边的人 你所爱的人 都应该灵魂觉醒 都不应该这样 昏昏昏乐恶的 稀里糊涂的过一生 所以真爱他们 就带着他们一起 灵魂觉醒 然后 当然机缘不成熟的前提下 你们先觉醒过来 先去实证这些技术方法 将来就真的能帮到身边的人 身边你爱的人 你关心的人 一定让他们和你们一样 走向一个 一生成就的路 这个方向 走上灵魂觉醒的 这个回家的路 回归古灵 成就古灵 然后还原古灵的 活泼泼 源头头光周左 还原古灵的 这个实相 那这是灵魂觉醒课程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天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准备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来学习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